万众瞩目的成都世拼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国拼这边已经进行了一轮的比赛 首战南拼这边樊振东 马龙 王楚清出战拿到3比0的大胜 女拼这边首战陈梦 孙颖莎 王曼玉出战 同样也是夺得3比0的大胜 不管是南拼还是女拼首轮 这比赛对手实力都不算强 如今国拼女队迎来小组第二个选手波多黎各 经常关注乒乓球的朋友都知道 波多黎各的乒乓球实力还算不错 其中迪亚兹相信大家对他不陌生 现如今迪亚兹世界排名第11位 在国际大赛上面经常会看到迪亚兹参加比赛的身影 也是波多黎各历史上首位 参加奥运会乒乓球的选手 本次成都世拼赛也是波多黎各队的一单 主打选手 本次成都世拼赛是一项团体赛 每一次参赛需要教练从5名球员中选出3名球员参赛 其中一单和二单承担的压力会更重一些 因为五局三胜制度的比赛 因此一单和二单有可能打两场 如果能被教练选为一单或者二单 那么就意味着这名球员的综合实力是非常强悍的 如今面对波多黎各这样的强敌 反观国平这边的排兵布阵可以说很有意思 竟然把世界第一的孙颖莎 也是球迷眼中的外战英雄给冷藏了 对阵波多黎各的比赛 王曼玉成为一单主打迪亚兹陈梦成为二单 王毅迪首次出场担任三单 孙颖莎的休战还是让很多球迷感到意外 赛前很多球迷都认为陈梦应该休战 毕竟是老将了并且现如今还是小组赛 比赛的压力还没有那么大 应该多给年轻人机会 但是国平这边首战安排陈梦打一单 第二战安排陈梦打二单 很显然国平这边还是很看重陈梦的能力 并且还有很多球迷说陈梦就是现如今的女拼队长 虽然没有官宣 但是陈梦代表女拼出席各大场合 足以说现如今的国平女 队长陈梦就是所谓的大姐大 本次成都市兵赛国平志在夺男女团的金牌 尤其对女拼来说夺冠可以说板上定兵 现如今球迷都在热议谁会是一单和二单 很明显国平这边一单和二 单并没有明确的人员安排 但是由于对手的实力不同 一单和二单的选择也不同 比如对阵波多黎各这样的强敌 离损主教练安排王曼玉打一单 就是看重王曼玉的个人能力 现如今是女拼单打第一人 比如对阵波多黎各一姐迪亚兹的比赛 首局比赛王曼玉进入状态很快 打出3比0开局 反观迪亚兹调整很快连得4分反超比分 接着比分你来我往 来到局末的关键分分上面 王曼玉加强了反手质量 最终12比10拿下首局 第二局两个人进入状态都很快 彼此一直交替上升 3比3过后王曼玉左右开攻连续得分 反观迪亚兹无奈摇头打不过 最终此局王曼玉11比4拿下 第三局迪亚兹放手一搏 但是王曼玉综合实力更强 开局打出4比1 虽然迪亚兹不断调整 比如在发球节奏落点上面下功夫 但是依然打不穿王曼玉的防守 同时王曼玉高质量的球 对方也接不住 王曼玉快刀斩乱麻 11比5拿下 王曼玉3比0横扫波多离根一截 看了直播的球迷都知道 现如今王曼玉确实很厉害 出生的身高和臂展在台前掌控的面积更大 同时偏向男子化的打法 很先进攻击力非常强 尤其是反手质量非常高 在对攻中王曼玉可以加上质量 一般人针接不住 真的有当年大魔王张仪宁的影子 大家说王曼玉能否开启自己的时代